趕快改變的事情 只要我們的疫苗 達到六成以上的時候 很多話題就可以重談了 包含了夜市 包含了餐飲 狀況都會不一樣了 但是現在你看包含 其實我們中央真的沒有給出 任何一個統一的標準來 連大阿哥 鄭文蔡他都說 我們會先做好準備的工作 他講的就是夜市 是不是應該重新開始營業 但等待中央的決策 會一致化的處理 我們現在就怕 因為已經前面開了地圖泡了 後面會不會其實 沒有辦法做好一致化的處理 就像剛剛韋漢哥講的 首先我們就是要有疫苗先 因為韋哥剛剛講的 這塊疫苗的問題 他就是要讓你做什麼事情呢 疫苗都打了之後 才能夠降低重症或是死亡率嗎 所以為什麼歐美國家 他們即便還是有確診的可能性 但他們已經開始 慢慢慢慢的恢復到正常生活了 我們等一下請看 幫我們看一下是這一塊了 這也是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台日關係協會會講 邱藝人他這一席話 他去參加了是這個 前總統陳水扁的廣播節目 他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我們可以怎麼解讀 他說台灣要宣布獨立 不是台灣人民自己可以決定 美國根本不會贊成 這些話從邱藝人嘴巴講出來 可能讓大家覺得很差異 不過你可以怎麼解讀 你可以把它看為說 是不是蔡政府某種程度 也讓他去向大陸來輸成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包含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講得超級好笑 他說昨天晚上要選舉跟你山盟海事 早上跟你說不好意思 根本做不到 他說早上說昨晚不好意思啦 根本做不到 台灣人應該要覺醒 到底我們的省主牌 這一些等等 我們都知道言論自由省主牌 已經可以直接砍掉了 好 這個台獨的省主牌 根本蔡政府做不到吧 台獨本來就做不到嘛 那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只不過呢 我們應該更深一層次的思考 我們看一下下面好不好 那個刪除國家統一對吧 來 這是我們的蔡毅瑜 在今年五月發生的事情 就是憲法徵修條文的修正草案 本來要刪除國家統一的 後來偷偷的車案了 對吧 然後蔡毅瑜說 我就是一個俗辣 他一開始覺得說 蔡毅瑜肯定覺得他很棒 因為勇於提案 最後他就說我是俗辣 他是小丑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台灣人的命運 本來就不是台灣人 自己可以做出決定 就是邱毅瑜人講 就不是台灣人 自己可以做出決定 我記得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的郝伯春 郝伯伯 他確實也就講了這一話 他就說台灣人的命運 不是台灣人自己可以決定 當時很多人都反彈 覺得我們希望 是台灣人自己可以決定 但是實然上 就是大國政治博弈 以及我們看什麼 看領導人的能力 才能夠來決定 全體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當時甲午戰爭的時候 那台灣被割給日本 這不是台灣人能夠做決定的 兩岸之間的對峙 也不是台灣人能夠做出決定的 那麼台灣最後現在到底疫情 能不能夠恢復 也不是台灣人決定的 為什麼 因為是民進黨的無能決定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新黨在公車廣告 我也在這邊打個廣告 新黨在今天我們上了公車的廣告 上面寫得很簡單 要疫苗 要紓困 要工作 台灣人的命也是命 新黨小市民新生 這就是現在最大多數的台灣人 真心吶喊的話 我們要的就這樣 因為現在要疫苗沒疫苗 要紓困沒紓困 多數的人無薪假 然後老闆破產 走投無路 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 你跟我討論台獨 不台獨有什麼意義嗎 最大的意義就是告訴我們說 台獨了之後 台灣人也不會 也不可能過得比現在 還要來得更好 更何況 實際上我們退一步來想想 雖然我們沒有改國號 沒有改成所謂的台灣共和國 但是現在民進黨幹的事情 哪一件不是台獨在幹的事情 完完全全就是幹台獨的事情 就把我們的國號 自己口頭上多增加一個台灣 然後對於中國大陸 完全的切割 完全的妖魔化 對於憲法 對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 兩岸關係的定位 民進黨完全拋開不論 直接就是認為對岸來的 全部都是敵國 大陸好心要捐疫苗 民進黨說你在那邊假好心 完全兩岸之間的對立 正有符合我們本來 憲法的精神嗎 他雖然沒有改國號 但幹盡了一切改國號台獨的事情 求助美國跟日本 然後呢 而且這種事情不僅是民進黨在幹 有些在野黨也不遑多讓 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個字 越來越不敢提 也附和說應該要請美國跟日本來幫忙 所以這一些的思維 這一些的氛圍 其實早就已經落實了 所以這一些本來的所謂深綠的獨派 其實他就是在騙大家 騙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我們已經沒有要改國號 走激進的台獨囉 我們現在這就是什麼 就是漸進式的台獨 溫和式的台獨 台灣共和國 民不治 時已歸 那麼 民不治時已歸 我要告訴大家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現況 就是一個很悲慘的事件 現在的台灣人有沒有尊嚴 為什麼我們反對台獨 我這幾天在看大陸的這個一系列的節目 叫做點擊裡的中國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尤其一定要看第一集介紹上書 這裡面就介紹說大宇治水 大宇他當時呢 宇夫土隨山開幕 然後平定九州 說華夏為何一體 華夏自古便是一體 在看這些點擊的時候 我們充分的去閱讀當時 論語 孟子 我們去讀古聖先賢 去讀到岳飛 去讀到文天祥 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根的人 我們是跟著這些文化的先賢和聖人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我是一個有民族有文化有史觀有底蘊的人 然後這些台獨分子呢 拋棄了祖宗拋棄了文化 然後要搞去中國化 在他們來講 他們是沒有根的 或許他們覺得 你看我們在那邊獨立建國 我們自己就是王啊 那個叫做什麼王呢 那個叫做王八 那叫做土匪 那個叫做草叩 所以沒有任何文化的底蘊 沒有任何的根源 告訴全台灣說 你看我們要做一個好棒的人 到底棒在哪裡呢 我真的不懂 作為一個國民 就算我們拋去政治意識形態 作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 都希望說這個國家能夠帶給我 光榮和榮耀和驕傲 生活在民進黨統治底下的台灣 我感覺不到一絲一毫的驕傲 我只感覺非常的卑賤 為什麼美國總統死了一條狗 我們的蔡英文要跑去那邊哀悼 為什麼別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 蔡英文拼命要去慰問 但是對台灣人民的死傷不聞不問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有求於人啊 她有求於美國 她有求於日本啊 因為她的所求的對象 才能夠掌握她的命脈 理論上台灣人給她選票 她要照顧台灣人 她沒有 她照顧美國人 所以台灣人在國力上淪落到 要去和那些貧窮的國家 要去和那些後進的國家 要去和人均所得不超過五千元美金的國家 去分搶疫苗 然後台灣人為了要去搶疫苗 然後跌得頭破血流 台灣人有尊嚴嗎 在民進黨的統治底下 我充分感覺不到一種堂堂正正 或者是驕傲感 或者是光榮感 你說在去年的時候 民進黨說台灣can help 台獨人士追求的 也是那種光榮感 但這種光榮感 我們發現是吹出來的 是騙你的 經過一年的時間 才發現原來去年的努力 是全台灣人民共體時間 防疫成功是台灣人自己的功勞 跟民進黨毫無關聯 就連現在美國贈送疫苗 後來也發現 根本美國是看在台積電的份上 這看路透社的報導 是如出一策 所以充分證明了 民進黨的執政 不僅沒有給台灣人帶來光榮 只給台灣人帶來了苦難 7月1號是中國大陸建黨100週年 我看了全程的晚會 反正我們就是被罵中共同路人 也無法 但是在看晚會的過程當中 充分感受到什麼 大陸已經至少讓大多數的人民 實現了全面的小康 無數的偏遠的山區 貧困的小鎮 如何從吃得飽到吃得好 無數的人民脫離貧困 這是多大的一個功德 而反觀台灣 現在還有那麼多的人 在放無薪假 還有那麼多的人 在為生計所迫 還有那麼多的人 不知道下一餐 不知道下一份薪水在哪裡 兩岸比較 何其悲慘 一個中國 兩個政權 我們都遵從孫中山先生 當時的理念 要幹嘛 就是希望華夏的百姓能夠富強 希望中華民族能夠復興 然後花開兩朵 在台灣之後就好像雙盲實驗一樣 我們疫苗都要做雙盲實驗 最後才發現什麼 台灣人打的是安慰劑 選出了蔡英文 選出了民進黨 讓台灣人成為全球被恥笑 明明高所得 卻必須要和落後地區分搶疫苗的地方 只因為什麼 只因為民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 而大陸呢 大陸打了疫苗 大陸不僅是真正在政治制度上 或者是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上 實現了疫苗 而且也真正在疫情上 透過疫苗來完成全方位的救治 廣州5月21號發現了第一起的Delta病毒 到了6月20號的時候 已經控制差不多了 跟你們說到現在 廣州大家都已經開始正常生活了 台灣呢 當時不是有些人在講說 看好了世界兩個禮拜之內就搞定 真正兩個禮拜搞定的叫做廣州 叫做深圳 叫做安息 叫做遼寧 叫做江西 所以現在很多的台灣人 我接到越來越多人都覺得說 你看根據新黨的主張 如果新黨在去年是執政黨的話 馬上立刻就跟大陸和平談判 對吧 我們都支持九六共識 在有疫情的時候 大陸去年幾乎三個月 就已經把疫情控制下來了 那個時候不要說什麼 口罩 疫苗那是大把大把海量的拿給台灣人用 那就算我們依照就是國民黨的主張 九二共識路線 跟大陸也是和平談判 支持九二共識呢 那不僅是可以跟大陸要到一部分的疫苗 然後透過這個關係 美國也會給台灣更多的疫苗 因為美國害怕台灣一面倒向大陸 美國也會給台灣疫苗嘛 那最爛的方式是什麼呢 最爛的方式就是像民進黨這個樣子 哪個樣子 就大陸的好意 通通都不要 大陸給疫苗至少還都是可以選的 都是說你要BNT啦 科興啦 國藥啦 你要什麼你都是可以選的 選表是什麼 選表是有尊嚴 可是呢 美國跟日本給你什麼就是什麼 你有得選嗎 你沒得選 要你什麼你就有什麼 你有得選嗎 沒有選沒得選啊 連尊嚴都沒有 然後美國的三個參議員 美國的幾個官員 跑到台灣 在機場喔 有沒有 蔡英文還不是說到了官邸 在總統府去會見這些官員 幹嘛 屁顛屁顛的跑到機場 然後站起來 對著美國官員報告 然後美國官員有沒有站起來呢 沒有啊 美國官員全部都是坐著講話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能夠坐著講 像阿拉斯加會談一樣 中美兩大強權 平等對話 蔡英文有實現嗎 沒有實現啊 民進黨前一陣子在告訴大家說 哎呀那個你不要講什麼 我們是疫苗乞丐啊 你看蔣中正當時也是靠美元啊 民進黨統治之下 沒想到我們已經淪落成為 二戰後的年代 就是那樣的一個殘破不堪 是剛打完敗 剛打完仗是不是 蔣中正時期至少 我們還叫做全球四強 然後到了蔣經國時期的時候 我們至少還叫做亞洲四小樓 然後到了馬英九時期 我們至少還叫做亞太營運中心 到了蔡英文執政時期 台灣成為什麼 疫苗乞丐 就是疫苗乞丐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